2010年11月8日深夜 加拿大万锦市的报警中心 突然接到了刚刚这通充斥着绝望的电话 报案的女孩自称铃脚站立抚盘 在电话的另一边不停地哭诉 称有几个陌生人强行闯进了她的家里 并将她反绑在二楼 而紧接着她便听见楼下传出了几声枪响 及父母撕心裂肺的叫喊声 当地警方与急救中心收到消息后 火速赶到了现场 他们发现房屋的男主人潘汉辉 身上存在多处极其严重的枪伤 满身是血的倒在门口的草地上 陷入了深度昏迷 警员小心翼翼地进入房间 并很快在房屋二楼的楼梯 旁找到了惊魂未定的报案人 24岁的女孩沾衣服 被人用绳索将双手紧紧捆绑在楼梯扶手上 但幸运的是 除了精神受到了极大的惊吓以外 身上似乎并没有任何明显的外伤 紧接着竟然在地下室里 发现了倒在血泊之中的女主人何必侠 何必侠的头部被一条毛巾紧紧包裹 现场惨不忍睹 经医生检查后确认 他背部和面部的近距离枪击 导致其当场毕命 警方立即调取了附近的监控 录像显示 当晚10点05分 三名男子从路旁的一辆轿车中走出 大摇大摆地进入了潘汉辉夫妇的房子 18分钟之后的10点23分 街边的监控再次捕捉到了他们离开房间的画面 然而录像所拍到的三人 究竟有着怎样的身份和目的 在这18分钟的时间里 潘汉辉一家三口到底经历了什么呢 作为现场唯一清醒的幸存者 詹妮夫潘成为了这起案件最重要的目击证人 警方结合詹妮夫的证词 以及对案发现场的初步勘察 尝试着还原出了案情的经过 詹妮夫向警方描述 大约在晚上10点左右 自己正在位于二楼的房间中准备休息 但却突然听见门外传出了一阵可疑的脚步声 他根据经验判断 这种声音并非来自自己的父母 因此便紧张地从卧室的门缝中向外查看 然而就在此时一片漆黑的门外 却突然伸进了一支冰冷的手枪 詹妮夫注意到闯入者共有三人 且全部为黑人男性 杰人要求自己交出全部现金 紧张地詹妮夫 立即将自己打工所攒下的2500加币 以及母亲将由他保管的1100加币 一并交给了劫匪 同时表示 这已经是他能够拿出的全部财产 但在得到3600加币之后 三名劫匪似乎并不满足 他们将詹妮夫粗暴地绑在了门外的楼梯扶手上 紧接着便闯入了潘汉辉夫妇的房间 将两人挟持到了地下室内 几分钟后 或许是由于劫匪所得到的财物 没有达到心理预期 恼羞成怒的他们 将毛毯盖在夫妻两人的头上 并朝着他们的头部漏洞的扳机 随后迅速逃离了现场 正处在楼上的詹妮夫 听到枪枪以及父母的尖叫之后 再也无法抑制内心的恐惧 立即拨通了报警电话 但就在詹妮夫与报警中心 取得联系的同时 头部重担的潘汉辉 这奇迹斑胆 凭借着仅存的一丝力气 绝望地哀嚎着冲出了门外 而这一幕 刚好被报警中心的录音 清晰地记录了下来 警方对现场进行调查后发现 虽然这个社区向来治安稳定 但受害家庭的车库中 挺有两辆价格昂贵的豪车 看起来是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 因此 歹徒很有可能早就盯上了潘汉辉一家 并精心策划了这起入室抢劫事件 所以詹妮夫潘作为受害者所提供的证词 乍看之下似乎非常合理 然而整体案件 却透露着一种极不和谐的气息 始终困扰着调查此案的警员 警员意识到 受害者房屋的所有门窗完好无损 丝毫没有强行闯入的迹象 且屋内非常整洁 许多贵重的首饰和电子产品 依旧摆在显眼的位置 并未遭到洗劫 甚至潘汉辉夫妇的两辆豪华轿车 也原封不动地停放在车库里 而这两辆汽车的钥匙 就放在门口的餐桌上 这样的情况 对于一个造成了 人员伤亡的入室结案来说 显得无比怪异 就好像歹徒 根本没有刻意去寻找 家中值钱的物品 这与警方以往所接触到的 任何同类案件都不相同 与此同时 警方还注意到 凶手在行凶后 便迅速逃出了受害者的房屋 而头部中弹 弹上有意识的潘汉辉 理应本能地避开 外面潜在的危险 躲在屋内拨打报警电话 可当时的他 却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尖叫着从地下室 静止冲到了门外 似乎在躲避着家里的某个 更令他恐惧的东西 潘汉辉为何会做出 如此反常的举动呢 更令人疑惑的是 残暴的歹徒 竟然已经决定杀人灭口 又为何要留下 这个目睹了 全部经过的女孩呢 而且警方在赶到 案发现场的时候 注意到詹妮辉的双手和上臂 被紧紧捆绑在楼梯的扶手上 詹妮辉又是如何拨打 报警电话的呢 带着一系列无法解释的疑问 警方抱着怀疑的态度 将詹妮辉带回了警局 并要求她 重现出报警求救谁的状态 按摩扶着 放这边的地方 在这里 放这边 转向 你会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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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 现在的帮助 放手 前后 是 你会看 你会看 现在正好你记得 是 对 现在 你会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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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看 我会看 我的手 是 我会看 我的手臂 但我的手臂是固定的 所以你的手臂是固定的 这个手臂是固定的 这个手臂是固定的吗 嗯嗯 所以现在你能接到你的手臂 然后你能接到你的手臂 911 你能接到你的手臂 是的 我们叫到你的手臂 然后你能接到你的手臂 I turned the volume on max yes so that's exactly the way that you're talking to her against the real 虽然这样的解释看起来 并无任何不妥之处 但警方还是从中 发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疑点 技术人员对报警电话的录音 进行细致分析之后认为 当时詹妮芙与电话的距离非常靠近 因此警方几乎可以肯定 眼前的这个泪流满面的女孩 提供的证词并不可靠 而这样的事实 让警方陷入了一个巨大的谜团 丹妮芙作为一个刚刚经历了入室抢劫 并且父母惨遭毒手的受害者 为什么要对警方说谎呢 事情的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 就在警方对此一头雾水的时候 整起案件却突然迎来了重大转折 10月2日头部中弹 躺在医院昏迷了超过三天的潘汉辉 在医生的全力抢救之下 终于奇迹般的苏警了过来 他在第一时间向警方描述了案发当晚 自己在昏迷之前所经历的每一个场景 但警方在听完他的描述后 却突然意识到 潘汉辉和詹妮佛所提供的证词 竟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版本 案件背后的一段颠覆认知的真相 也依靠着两个受害者仅有的证词 被一点一点地挖掘了出来 从深度昏迷中慢慢恢复意识的潘汉辉 心有余悸地告诉警方 一定要留意自己的女儿 因为在案发当晚 他所看到的一切绝不正常 他可以清晰地记得 自己在被挟持到地下室的过程中 曾亲眼看到自己的女儿 竟然在与几名歹徒友好交谈 而且在他的印象中 詹妮佛并没有被反绑在二楼 相反他甚至还为劫匪提供的 去往地下室的路线 在潘汉辉看来 这群不速之客 似乎与自己的女儿非常熟悉 得到了这个关键的线索之后 调查人员马上对案件进行重新梳理 并仔细地回看 案发当晚仅有的街头监控 果然在改变了思路之后 他们很快便从中发现了一个 在此之前从未注意到的细节 录像显示 三名劫匪在闯入潘汉辉一家的房屋之前 詹妮佛房间里的灯光 曾数次不自然地打开又关闭 似乎有意再对窗外的人传递某种暗号 警方马上找到詹妮佛潘 要求他配合接受询问 在巨大的压力与复兴的证词面前 警方可以明显感觉到 他的状态与之前截然不同 詹妮佛的情绪似乎正在渐渐崩溃 他开始承认 自己确实雇佣的歹徒来到家中 但他没有杀害的人本应是自己 詹妮佛解释说 由于长期生活在父母严厉的管教之下 他对自己的人生充满了绝望 他曾经数次考虑过自禁 但却始终无法鼓起勇气 所以便想到雇佣杀手到家里做掉自己 而到了约定的时间 自己就后悔做出了当初的决定 他试图让杀手取消行动 但对方依然要求他支付约定好的一万加币酬金 对此产生了激烈的争执 恼羞成怒的歹徒为了报复詹妮佛 因此便对他的父母痛下杀手 警方在听完这样的描述之后 立即将詹妮佛判列为重要嫌疑人 并在暗中对其进行周密的调查 而这样的举动 果然让案件取得了重大进展 2010年11月22日 警方将詹妮佛判 强行带回了审讯室内 并告诉他警方已经找到了 他与劫匪相互勾结的证据 调查人员在潘汉辉夫妇的家中 发现了一部詹妮佛曾经使用过的手机 并从中恢复出了大量 他与杀手探讨作案计划的通讯记录 在确凿的证据面前 詹妮佛最后的心理房间完全崩塌 他在审讯室里失声痛哭 彻底承认了自己买通凶手 谋杀双亲的事实 为了弄清詹妮佛的动机 以及整起案件的来龙去脉 警方立即对潘汉辉一家的背景 展开了更加深入的调查 而他们从这起案件背后 挖掘出了一段充满了禁忌的真相 瞬间在原本平静的万锦市 掀起了轩然大波 同时也被无数家庭敲响了警钟 上世纪七十年代 越南局势动荡不安 为了躲避战乱 年轻的潘汉辉跟随着朋友 一同登上了去往加拿大的客串 然而当时的他非常清楚 自己不懂英语没有技能 想要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社会上立足 一定非常艰难 因此自己必须付出比常人更多的努力 汉辉进入了当地的一家汽车工厂 充当零件制造的廉价劳动力 但是很快 他便凭借着自己吃苦耐劳 勤奋努力的工作态度 得到了上级领导的肯定 与此同时 他还在工厂里 认识了与自己有着相似经历的妻子何必侠 两人在物质上勤俭节约 生活中互相联励 终于在这个举目无亲的一国他乡 闯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 直到2004年 他们已经在万锦市 拥有了一套独栋别墅 两辆豪华轿车 以及超过20万美元的存款 而经历过社会底层摸爬滚打的他们 深知教育的重要意义 因此便将希望全部寄托在了孩子的身上 期待着他们的孩子可以代替两人 完成自己年轻时无法实现的梦想 他们对女儿战尼佛潘的要求非常严格 潘尼夫从4岁时便开始按照父母的意愿 学习花样滑冰 并在父母的思想灌输下 将取得2010年温哥华东奥会冠军 作为最终目标 但一次训练时的意外负伤 却让这样的梦想彻底破灭 从这之后 潘汉辉夫妇又开始监督女儿 没日没夜地学习钢琴课程 并期待期在国际钢琴比赛上 可以取得优秀的成绩 与此同时 两人还要求女儿 在学校中不能与异性接触 不能参加学校组织的下令营活动 且所有课程的成绩 必须全部保持在A等以上 而重压之下的沾衣服 果然不负父母的期望 客厅展柜中奖牌的数量 随着年龄的增长 被色得满满当当 在学校中的成绩 也一直名列前茅 成为了旁人眼中的别人家的孩子 父母眼中的模范女儿 潘汉辉夫妇也理所当然地 将自己的女儿 当成了社交场合中 相互炫耀的自奔 然而当时的他们 根本没有意识到 一颗写满了悲剧的种子 正在这个令人羡慕的 家庭终生根发芽 由于长期以来的紧绷与压力 沾衣服的成绩 在进入高中之后 出现了严重的下滑 而生活在父母完全的支配下 早已习惯无条件 满足父母期望的她 对于这样的事实 根本无法接受 由于不想看到 家人失望的目光 绝望无助之下的沾衣服 第一次做出了一个自己的决定 她找来剪刀和胶水 伪造出一份满分的成绩单 交给了父母 这种如是重负的感觉 让詹妮服顿时意识到 想要逃避父母 带来的巨大压力 竟然如此简单 从这之后 类似的行为在她的身上 一发不可收拾 高中毕业之后 詹妮服由于糟糕的成绩 并没有被任何一所大学录取 因为害怕自己的谎言被揭穿 因此她熟练地伪造了一份 多伦多大学医学专业的录取通知书 瞒着父母开始了自己虚假的大学生活 在书店里 购买了自己在学习中 需要用到的所有教材 每天抱着书本早出晚归 营造出一种课业繁忙的假象 但实际上 大部分的时间里 她都是躲在咖啡厅或图书馆中 整理学习笔记 用来维护自己的谎言 向父母交差 不久之后 她在咖啡厅中认识了自己的男友 黄仁勋突如其来的插曲 让这个从小在压力中成长起来的女孩 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幸福 为了可以和男友有更多独处的空间 詹妮芙再度冒险 这家人谎称 由于学业繁重 自己需要和同学一起学校附近居住 就这样 詹妮芙在无数谎言的交织中 得到了从出生以来 最自由快乐的时光 虽然她所谓的快乐 仅仅只是其余同龄人的日常生活 可是詹妮芙的人生已经完全扭曲 她时常告诉自己 必须继续撒谎 否则 她将会失去 现在所拥有的所有美好的东西 然而 谎言中有被揭穿的一天 四年的时间很快过去 已经毕业的詹妮芙 开心地告诉父母 多伦多的一座医院 正是聘请了 自己从事晚班医护工作 但潘汉辉夫妇注意到 女儿不但没有医院的工作证件 和医护制服 甚至连学校举办的毕业典礼 都没有邀请自己出席 觉到异样的他们 偷偷尾随着女儿 这才终于知道了全部的真相 原来自己被整整欺骗了四年 夫妻两人当场如雷轰顶 他们完全无法接受眼前的现实 自己引以为傲 成绩优异的女儿 不但没有考上大学 甚至连高中都没有毕业 韩汉辉一怒之下 将詹妮芙软禁在家中 强迫她必须完成高中的学业 并全方位监视她的一举一 即便此时的女儿已经24岁 与此同时 他们还禁止女儿和男友 王仁勋继续来往 当时的潘汉辉甚至放出狠话 除非我死了 否则你这辈子 再也别想见到她 而让潘汉辉没想到的是 刚刚依靠谎言得到了自由 却又瞬间失去了一切的詹妮芙 已经将24年以来 心中积累的所有怨恨 全部累加到了父母的头上 她开始偏激地认为 自己生命中一切的痛苦 都是由自己的父母一手造成 而在父亲的强烈刺激下 一个危险的想法 在她的脑海中 慢慢酝酿成形 丹尼夫偷偷用手机 联系到男友黄仁勋 恳求她运用在当地的渠道 帮助自己实现这个邪恶的计划 并向她描绘了一个 拿着父母的遗产 住进父母的豪宅 从此过着自由生活的美梦 2010年10月8日晚上10点 在家人熟睡以后 詹妮芙偷偷打开了反锁的房门 同时监控录像拍到 詹妮芙房间的灯光 不自然地打开又关闭 三名持枪歹徒 畅通无阻地进入了 潘汉辉一家的房屋 随后便发生了 故事开头的一幕 2014年12月 詹妮芙叛 黄仁勋 以及三名杀手 正式被法院判处终身监禁 詹妮芙原本以为 脱离了父母 就能获得想要的生活 但她余下的一生 却都将在更加严厉的 管控中度过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 所有内容 哪个让你印象最深刻呢 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里 告诉我们 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 记得帮研究院点个赞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